回到民調來看 我們先來看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現在越來越接近囉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是 最新公布出來的數字是 賴蕭沛是35.1 侯友宜侯兆沛是32.5 這之間的差距只有2.6% 而柯文哲仍然在低檔盤旋 只有17% 來 請黃 對 你可以從民調裡面 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什麼趨勢呢 是柯文哲大概差不多在15%到17% 這些民調左右在打底 這是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柯文哲看起來 在議題上面 在傳統媒體上面 慢慢的被邊緣化 所以他在想辦法讓柯粉變得很鞏固 讓柯粉變得很鞏固 他最近好像聲量吵不起來 他最近講了幾個議題 都沒有吵出聲量 應該說我覺得 他大概也沒有辦法玩出新的議題 他現在讓大家討論到議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孫子兵法 也就是要孫子去跟阿公阿嬤拉票 那這個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 但是因為被傳出來的過程裡面 太過戲劇化 叫一個孫子說要去拉6票 阿公阿嬤外公外婆這樣子拉 這再怎麼拉 你也拉不到那麼多票 然後告訴大家說 這樣拉起來 如果支持柯文哲 有100萬人的話 這一個人拉6票 到時候投給柯文哲 就有600萬票 有600萬票 柯文哲就會選擇 你知道怎麼算的 這句話講出來 請問你相信嗎 不相信嗎 但是他只會對這個算法 非常的有印象 因為要孫子去拉 這麼多阿公阿嬤票 他說他很科學 對不對 他很科學 計算假設的過程很科學 但是阿公阿嬤可能 不想投柯文哲的心願比孫子想像中來的堅定 所以這個孫子兵法提出來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覺得說 這也太誇張 而且更誇張是什麼呢 是你在柯粉社群 你看到幾個狀況 第一個 說把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的手機拿起來 然後直接給他按點閱 跟柯有關支持的相關的頻道 那你想說這件事情 你叫你的支持者做會不會太誇張 太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了吧 你怎麼可能爸媽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叫他拿他手機 然後直接按訂閱 這個KPTV 然後跟支持柯文哲有關的YTYouTuber的頻道 這很荒唐嘛 所以柯文哲的狀況就讓你發現 他慢慢在邊緣化 所以既然柯邊緣化 就會回到傳統的藍綠對決主軸上面 在藍綠對決的主軸上面就會看到 賴賴蕭配這一組 然後跟我們講說侯康配這一組 雙方的民調看起來就持續 開始出現拉拔的狀況 那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從民調上來看 柯文哲可能陷入了這個被邊緣升量 被降低的這種狀況 好 現在看起來賴清德有沒有 全部緊張緊張緊張 一直都有緊張嗎 一直都有緊張嗎 之前有嗎 開什麼玩笑 選舉還要不緊張了 之前老生在在好不好 沒有啦 這個民調賴清德大概都在35到40百檔 大概這個趨勢就是這樣 35到40這條線 要破40 我們上次有講說 要破40除非侯友宜犯大錯 要跌破35除非賴清德犯大錯 所以大概就會貼在這裡 那侯友宜大概就在30 那現在關鍵是 柯粉跟侯友宜這個陣營 他們之間的票數的流動 現在還早啦 現在還30幾天 還好啦 還好 當時才開始有 侯友宜大概就在30的上下 那可能會到35也可能到25 就在那個地方擺盪 他是以30為界線擺盪 那柯粉則是在15到20擺盪 那除非有人犯大錯 不然這個趨勢我看就到底了 好來 仁俊 現在賭盤看起來好像也是這樣 對啊 而且現在 你賭盤可能比民調還要遵 不是啦 還有一個 今年都盤很難開 你知道嗎 為什麼很難開 沒有啦 因為你跟我說嘛 你如果是 分兩波嘛 第一波開的賭盤 是到底會不會整合成一組候選人 藍白河嘛 藍白河不合嘛 藍白破局之後呢 現在有不同的讓分盤對不對 對 而且不只是這樣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今年的賭盤 其實很難開的原因 有時候是開了 有開沒這首啦 因為很簡單嘛 就是選舉的趨勢 沒有大幅度的震盪嘛 說得真的 大家認爲說結果有什麼 所以你看今天姚立民 又跳出來你知道嗎 姚立民今天說什麼 我們沒有躺著選啦 因為大家都說你哪裡 因為他上次說他們穩贏了嘛 今天姚立民說沒有這個事 但我告訴你 現在問阿翔說金丁的 一直都很金丁 這錢金丁就沒有金丁 不是 但我告訴你 你如果我說賭盤 一年還在玩價錢 你怎麼有金丁 所以我就講 姚立民因為那一次的那個什麼什麼 營訂的這件事情 今天有的是覺得說不行 但我告訴你 你剛才說賭盤的這件事情 先給大家說 賭盤不好 這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他們很有意思 他們還有代號 對對對 什麼夏天來 夏天醫生動物園 夏天醫生動物園 我是猜得出來啦 動物園應該是侯有儀嘛 醫生是柯P嘛 那夏天就是來金丁 有什麼夏天 是拉嘛 拉青丁 拉青丁 你知道嗎 了解 我現在了解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把他疑心到東元 我是用這樣猜嘛 這個是喉召 這個是柯P 那生涯的一定就是來金丁 就是他的姓氏跟他的職業 拉就是拉青丁 我覺得主頭也真的是滿有idea 你看我們做新聞多辛苦 你們語言都要通你知道嗎 那我就講這當然是為了規避這個調查 所以他們用代號 對對對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一般其實在這個賭盤裡面 先講我們都是聽別人講的 一般來說就是第一個就是 扭幾分 扭幾票的意思 做法頭怎麼都很厲害 他們是不是都掌握到很多的 內參民調跟實際民調 不是 我跟你說 不然他們為什麼都這麼準 做法頭沒你看到民調 不然他們看什麼 他看民調 民調是全國性的 我做法頭只收我這個地区 我跟你看全國性的 在這裡全國性 他會想說會準嗎 他都是很清楚 但是問題是 他就是擲全國性的 他就是擲總統 不是啦 我跟你說 全國性也沒有你跟你看民調 為什麼你會是電話卡 他們也有自己的這個體系 他們會去問嘛 我跟你說啦 所以當初藍白河的時候 應該那一組叫做賭盤 對不對 六份民調 六份民調 應該用賭盤啦 現在的卓阿桃 他只是一個中間商 對啊 他就賺你五百幾百而已 那就這樣講 就是說 坎仁俊說 這個賴清德會贏侯友宜 一百萬票 他這樣講 然後詹麗珊說 哪有可能 不然台來插 我們兩個就插起來 插起來了 他說會多一百萬票 但是那個一百萬的數字 不是卓阿桃去了解嗎 不是 他直接嗆就好了 他反對 這就說宏觀微調啦 宏觀微調 我講賴清德 賴清德有一百萬票 擺賴清德的擺好餘比較多 他就把那個 讓票數往下降 讓票數變八十變七十 讓你擺好餘的人 去擺 讓人擺賴清德 他們要一半一半 他們主要收水錢 水錢是說你贏 我給你高贏 宏觀微調 你輸 我會收你一萬 你贏贏九千 所以我就賺一千 所以宏觀微調 他到賣就是一百一百 給所有擺繳的人 擺繳的人 可以五十趴五十趴 他中間賺那個水錢 所以他那個讓票數 是看大家下注的情況來微調的 但是都很準 所以我剛剛才講嘛 有些賭盤是有得開沒得收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嘛 他就是中間 那現在最多是不是讓一百三十萬票 對啦 因為這個選情會一直在變化嘛 那他的這個選情變化 你剛剛講說有什麼左頭 會很準對不對 因為很簡單 台灣就講一個左頭嘛 第二個是檢調嘛 就是那個調查系統嘛 調查系統 所以他就會去開始了解 就是說你到底真實是真實 而且我跟益川很麻煩的 我真的敢問 他會跟我說他心來的 但是你一個民調 比較後遺憾 他會想說 我就給你好懶一下 我有親才說兩句 所以他不見得準確 所以他自己的鄉眼民調更準 當然嘛 所以為什麼左頭 你會發現有些盤在 你剛剛講全國性對不對 現在盤是不是讓一百三十萬票最多 有啦 有一個讓一百三十萬的 其實也有在說就是說 不然就是輸 譬如說輸是一百萬票 就你可以用你自己去調查完了 說我想開這個盤 那你就是看主頭 又不願意幫你收這件事情 他如果有 他就開始說有一個盤要開了 大家進來 這是一種 第二個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其實在藍白盒的時候 其實藍白盒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人在讀 讀什麼 藍白會不會成功 那時候多數社會氛圍 認為說藍白一定會整合起來 所以那時候盤開的盤 你也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你就大家都認為說他的性 你如果盤這個人就有了 所以賠率就會稍微低一點點 我現在如果是說 大家都吵這個 我還跟你對吵 我就說 那個時候曾經開到 1比2.5 你知道嗎 1比2.5 你說是說 你如果要吵一萬 你如果贏一萬 但沒問題 抱歉 因為後來不合對不對 結果不合了之後 反而換什麼 換床頭 換得了錢 也有這種的 床頭認賠 2.5就賠了嘛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現在對這種東西來講 他現在賭盤 現在開始在跑 我認為接下來 因為開始民調拉鋸了 接下來地下賭盤的時候 先說 但是賭盤的這個東西 我認為開始就會活絡起來 為什麼 地方就上來了 我們等會也要談 那麼在賭盤裡頭的區域尾 據說有幾區有可能會翻盤 這個部分我們等會再來做討論 那我來問一下 阿川那有沒有人開你的盤 說阿川那到底會不會上 搶救王毅川 沒有 搶救王毅川會不會成功 我們就翻一下 沒有 你現在這麼好 我們來看搶救王毅川 現在據說呢 炒熱了綠營的選情 我說我一個 聽起來聽起來 聽起來應該是一位大哥 叫我要說政黨票 我看大家都想唱什麼人 唱什麼人 王毅川 什麼人 唱什麼人 唱救王毅川 唱救王毅川 王毅川 我們在哪裡 安全名單都在哪裡 這都打得好嗎 好 所以 王毅川這陣子 聖金帝有 大家支持 我看起來也很高興 唱什麼是大哥還是大康 沒有啦 還是都有 剛剛有一個大哥跟他講 剛剛有一個大哥跟他講說 要說一個不分苦的事情 所以是我們的口牌打錯字 人家是大哥 不是大康 搶救王毅川 現在怎麼辦 這場運動是這樣 就這場運動出來之後 大家開始看不分區的候選人 像國民黨這兩天 就陸陸續續推薦 就主席帶著 然後介紹三個四個 政黨票 那這個政黨票 以前在投票 沒有人在看不分區的候選人 以前只有負面的 會被檢討 譬如說 以前國防的 軍事的 那幾個 會去用媒 但是正面的 很少被討論 正面的 就是說這個人 提出來 譬如說 國民黨拿的 幾個 他們任務 很正面的 這幾個 過去不會討論這幾個 但是這一次 因為我們這一個運動 就大家開始看各黨的 不分區的這個候選人 那只要進入到討論 我們就會贏 只要進入討論 我們就會贏 進入到討論 你們就會贏 對 因為我們 就是說民進黨的陣容 會比國民黨好 所以你認真去比 就會 民進黨的會比國民黨好 你有一點老王賣瓜 你自己說就不準 我說實在 你當然是這樣說 你自己搶救 對啊 他自己搶救自己 但是這一個 雖然是排十四 但是因為有男生女生 那個女生的那個問題 所以其實你是排十六 那是在很邊緣 很危險的 為什麼 沒有 我們上次是十三 對 那最近的這個民調 做完之後 就是上次媒體說的 不是我們說 媒體說 現在說民進黨 大概可以到十三 本來是十二 本來安全名單提十二 那上個禮拜 所以已經到十三了 我十四 所以我再弄一下 十四十五 我就有機會 但是你實際上是十六 對不對 十一十六 對 好 來 他比較不好意思 他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是 不分區立委 他自己講比較卡卡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機會 因為時代力量的 三席可能會釋出 第一個 第二個民眾黨 因為柯文哲的 持民調持續下法的情況下 民眾黨本來五席 會不會變成四席 變成有四席會釋出 四席那麼難 現在國民黨是十三席 民進黨也十三席 如果四席 平分叫十五席 如果民進黨拿到三席 那叫做十六席 搶救王毅川成功 要說的是說 第一點是有機會 第二點是說 這你們朋友對不對 推倒是對的 因為最後如果丟出來 評分的時候 最後搞不好會比小數點 比小數點 第二點就是政黨票嘛 第二點是他帶動了區域立委的選情 所以很多的區域立委 本來民進黨落後很多的 都被王毅川搶救起來 這第二點 第三個不要忘記了 今天有一篇報導說 王毅川帶動年輕選票 我也很奇怪 你不是都 三十到三十九 年輕人因為王毅川在網路上的發燒 反而都覺得說王毅川這個人 不錯啊 有專業知識也很好笑啊 對 不只阿伯啊 現在因為李正浩把他的流量 貫注給王毅川 所以變成是年輕人帶動起來之後 變成是柯文哲的年輕票 會不會因此移動到整個的賴蕭沛 甚至整個年輕立委的選局 都會因為翻轉